我问老公 假如我是个同性恋怎么办 老公低头思考 既然这样 你什么时候把她带来 闺蜜参加跳绳比赛 五分钟内跳的最多 得到奖金一千元 很激动改了QQ签名 五分钟赚了一千块 我厉害不 和闺蜜去逛街我说 今天风大 换条裤子吧 她穿着裙子出来说 我换了条镂空的裤子 我问闺蜜 为什么想要养小狗 我想要一种爱 是即使我犯错 还是爱我的那种爱 想来想去 就只有小狗了 闺蜜介绍经验 睡觉的时候 我一般不跟她斗嘴的 到时候自己气自己 还气得睡不着 去相亲 一个人不好意思硬拉着闺蜜去了 帅哥笑着对闺蜜说 这么大人了 相亲还让阿姨陪你来 男友的手画伤了 小孩问 你的手怎么了 她静说 我不听话 让我妈打的 我也不听话 你的是后妈吧 侧色盲我认真的回答 马 鸡 羊 色盲测试没有问题 能把路认成马 也是厉害了 我和闺蜜都冲紧高原风光 于是去打工准备 她说 我已经去过了 出门时就带了200元 旅游后还剩下一百九十呢 跟婆婆一起翻看旧照片 我感叹道 老公小时候就这么帅 婆婆说 这是我老公 遇见一小女孩特别可爱 就想逗逗她说 你期末考了多少分啊 姐姐少操心别人家的事 多抽时间去相亲 还是有希望嫁出去的 辞职在家休息 爷爷说 你可以去创业 老妈道 她打工都赔公司一万多 创业我怕赔不起啊 还不如出去相亲 祸害别人去 看哥们正在揍她家孩子 我问 又干啥坏事了 就锯了个树岔子想做个弹工 哥们说 她锯的是根雕的龙角 第一次带我女友见父母 老爸问 这闺女那么胖 你怎么也喜欢这样的 老妈说 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说的野字是什么意思 相亲去洗手间接了的电话 告诉妹子 我有急事要先走 妹子说 是不是撒泡尿照了照 觉得配不上我 老公说 你是天上的仙女落入红尘 那为啥是天上仙女落入红尘 因为承受不了你的重量 老婆把夏季穿的裙子都鼓道出来说 品牌的衣服就是不一样 这几年了还跟新的一样 我说 这买回来就没穿过 看中了一件毛皮大衣对老公说 都要过生日了 不陪我去看看皮毛啊 老公说 不过得早点 不然动物园该关门了 儿子闹 爸爸威吓他说 再哭就剪掉你的钉钉 父母出去 儿子又哭 姐姐说 再哭就剪掉你的钉钉 弟弟说 你早就被剪掉了 你还有脸说我 你看现在的那些小姑娘 都嫁给了又老又丑的男人 委屈了自己 他们如果都算委屈 那我还不得委屈死了